一位离了婚的中年贵妇 因为获得了大笔赡养费 生活不予匮乏 与年轻的女儿过着快乐的生活 但贵妇后来认识了一位计程车司机 也埋下了日后的杀机 据说年轻的司机依赖贵妇的金钱 终日游手好闲酗酒赌博 更对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儿 起了寂寅之心趁机强暴 不巧东窗事发 司机恼羞成怒 勒病女儿后还把贵妇分尸丢弃 之后也流传着贵妇头颅失踪的说法 你们刚刚听到 上面 有人在唱歌哦 你们看后面 我有听到门在动的声音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我是焦之邦 我是李冠宜 前一阵子闹得满城风云的老少佩 不管是小郑跟莉莉 或者是王蜂恋 好像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注目 对 可是呢 我们有常常讲一句话 说是这个年龄不是距离 身高不是问题 到底年龄会不会造成一些 男女感情上的问题呢 小黄你觉得呢 应该不会吧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一个 是一个老的女孩子 跟一个年轻的男生 我觉得男生会变的几率会比 就是另外一种配法还大 可是呢 又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说其实女人呢 成熟得比男人早 所以往往女人年龄 比男人如果大一点的话呢 两个人各方面的配合 也会更加的恰如其分 平均 我觉得不能差太多了 如果说像一个女生50岁 然后一个男生18岁 那这样真的是 差太远了 对生活环境还有理念什么什么 心智各方面都不一样 其实小郑跟莉莉 祝福归祝福 可是我觉得她们生活的环境 毕竟不一样 应该算是好像 她们基本上所相处的世代 就已经有不同了 世代不同啊 当一个人还在 喜欢到球场上打球 到电动玩具里面去 去打电动玩具 快打旋风 另外一个已经开始去 跳那种老人舞 去喝老人茶的 就感觉就有点怪 对不对 你觉得大概差几岁 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男朋友比你小 十岁以内吧 年轻的可能有年轻的想法 但是我们看老人 老你觉得呢 对 她很老 谢老师你觉得 你觉得呢 钱有宝贝有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说 男孩子其实要比女孩子 大一点点 要来得好一点 因为基本上来说 毕竟很多地方 就是成熟度会不同 然后处理事情方法会不同 当然也许有些女孩子 她本身就是比较属于 母爱的那种性格 她会特别去照顾 年龄比她小的人 但是绝大部分来说 女孩子还是希望有被保护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 好像是这种老少 刚才问题你不讲 不是 是我跟你讲 老少配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因为 可能这个人家里有钱 所以我就勉强我自己 男生来讲没有关系 反正我年轻嘛 那你是个老太婆 那我就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要你家的钱 没错 没错 不管年龄 差距到底有多少 我觉得只要他们发呼的是正常的一个爱 其实都是应该被祝福的 对 就怕有些人会用一些这个 不一样的想法 其他一些邪魔歪道的一些方法 在中间图取一些爱情以外的东西 有这样的方法 不管是财产 不管是保险 不管是什么动产不动产 对不对 那个的话恐怕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了 对不对 今天之所以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开展白的话题 跟我们今天故事的背景有点关系 来 Peggy跟我们讲讲今天的故事 对 今天的故事就是说 有一个中年妇人 她带着她的丈夫留给她的赡养费 以及一栋豪华的别墅 真的很大间 是 对 她就带着她的年轻的女儿 住在这边 就在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司机 他们就开始过了同居的生活 我们今天来到一所 那个很废弃的一个豪宅 然后其实他们的这个外面 都看起来 已经有就是一些躁起的东西 我话都讲不清楚 因为突然之间 我们其实刚到这边的时候 还没有下这么大的雨 可是才 我们才刚刚就是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之后 就开始猛然地下了这么大的雨 突如其来的一场寒雨 让外景队加紧脚步 寻找藏身之处 走边的天气 更增添了几分诡诀的气息 我想在岳山的门口 他们那种气都剥落了 对 其实当我们沿路走进来 外面看到的那片树林啊什么 都是他们属于他们的这个 整个别墅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然后所以已经废弃很久了 我们赶快找另外一个路口进去 从哪里啊 不会吧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打扰了 天啊 他们这边被拆掉了耶 这个外围的部分被拆掉了 可能是由于他的施工把它拆掉 然后可能有发生这种不顺利的事 对 其实啊 他们这个豪宅啊 是就是一对夫妻 当年的不幸 夺去了两条宝贵的人命 往此的母女冤淋 是否依然排回不去呢 搜寻一开始 状况也发生了 比如说 简安 啊 他怎么倒下来了 虽然 那个木板倒下来 这外面的虫就一直叫得很大声耶 怎么会这样子 这像是什么 有那烧银子耶 你看 对啊 才翻起来 而且好像烧了很久了 就只有这一块 这一块的地方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那种 就是他没有点燃的 而且正好是 那个木板这样倒下 有东西 有石头掉下来 对对对 而且还滚这样子哦 我告诉我 其实这边呢 虽然说是很豪华 可是进来的他们大厅的地方 好像不是这么的就是好看 对不对 连包括他们的木 就是天花板 已经有一点点那个斑驳掉落了 可是看得出来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豪华的豪宅 你看那个电灯啊 背弃多年的别墅 由于年久失修 部分装潢已经败缓一堪 但是仍可看出 别墅当年的灰房景象 细心的Amy 似乎有了重大的发现 这个 你看他的柜子 你看 你看 有镰刀耶 这会不会当初就是他们那个做分撕案的凶器啊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因为镰刀不可能可以分 不可能会去分人家的尸体 真的吗 很难讲 不可能啦 凶器应该会收走的啦 我想这可能是他们外面因为有些造景 也许他们有请庸人或什么的 然后就是做外面的那个 就是一些东西吧 对啦 而且 他的柜子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 应该都称了 你看那边还有一张名字 是没有烧掉的 烧的不完整 很多哦 你看一排多次 而且这边还有很多那种烟啊 其实这个 这个贵妇啊 跟她先生离婚之后 虽然有了赡养 很一大笔的赡养费 啊 上面是木板吗 我听到 上面的地上好像有人走动 不好意思 不是 诶 这实心的 可是我听到有那种木板的声音 好奇怪哦 看一下 没关系 这个桌上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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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桌上是什么 好多人家用DM吧 对啊 他们是有 啊 请各位观众注意下方抽屉的不寻常异象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是坚定不小心所造成的吗 这个抽屉 它关起来了 在你的 它刚刚那个拍地趁这样子哦 我看到抽屉就这样子跑进去耶 你没有撞它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 因为我看它是这样移进去 对不起哦 看一下哦 没有空的 里面一样是很多的那种 就是这种布秀就是那种什么DM DM之类的 这边有个门 不好意思哦 我们看一下 那是打扰了 打扰了 可以开吗 可以 哦 是用了卫浴 卫浴厕所的 对 而且 天啊 不过这个豪宅的厕所 其实不是很美观耶 我觉得这楼下有可能是给佣人用的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就是客厅 客厅本来就应该会有一个 什么有人来做客或什么 就可以使用的厕所 不好意思 我们上车 不好意思 这是他们的厨房吗 应该是 因为蛮像的对不对 对 因为你看还有那种 哇 这种接管 企图变赖别墅的司机 虽然最后被绳之以法 但是被冤杀的亡灵 心中的怒火会就此停伏吗 啊 啊 那个地方的柜子 它这一排的那个 好像是楼梯台上面的柜 是这里吗 你看那上面那个水蒸汽 全部霉扇都有水蒸汽耶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边很容易 很容易潮湿 我在想 不好意思 没有啊 刚刚我有听到这边有点事 都发霉了 天花板对不对 嗯 天花板都发霉了 对啊 可怕啊 你在我那边整个看 它这里还有一个小门 不好意思 这个门好厚 对不起哦 打一口哦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天哪 这是 这里是厨房吗 这里耶 你看这边有两桶瓦斯桶耶 而且还有一个煮饭的饭锅 不好意思哦 这应该会不会是他们的洗衣间啊 因为他们还有特地 残酷的分尸手法 不只震惊了当时社会 同时也让尖兵献身畏惧 伤同欲绝的贵妇 会借由林栋向我们表达他的意念吗 那也许这边可能就是他们放一些什么 啊 你的树怎么动啊 我觉得他好像要要要来打我们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他只能往里面铺 好 你们去看一下 对不起哦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耶 可是刚刚这种草丛动了 没有耶 这上面还长花哦 不好意思哦 可怕 你看到那个树根了 长得好可怕哦 啊 啊 死痛 看那个声音 好像是人家在搬运那种声音 像这样的吗 是不是这样的声音 对 而且不是说天然 啊 这个门怎么会自己躺出来啊 打到我 什么 你知道这个门有多重吗 而且好像那种 那种已经卡身锈卡死 对 又好像是弹簧的 怎么说是弹簧门的感觉 好奇怪哦 我们那边搜寻过的是不是 那边外面没有 那边没有 那边没有 哇 真是哦 其实我们也尽量不要淫漏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案子已经破了的话 那个头没有找到 我们可能也找不到 因为连警察都找不到了 但是你知道吗 人家说听说往生的人啊 如果说死无全尸的话 他会自己来找他的 后面怎么有一棵这么恐怖的树 而且他的气根海真的非常非常的长 宅月舟庞大的老茹树 会让此地变成特殊的磁场吗 尖兵杰尔连三所看到的 听到的现象 与老茹树有关联吗 这个房子还高 不好意思 来 我们往前面走好了 你看那门 刚刚 你看下来都晃耶 我吃过了 不要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往那个他比较就是这个别墅的 比较深入的地方走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二楼的那个入口 不好意思 天啊 这里怎么这么乱 而且有一个很重很重的那种 梅味 对 梅味 因为有地毯的地方 太久没有人住 就好像 因为实际太重 都会有梅味 不好意思 看一下 这好像是他们的那种酒櫃的感觉 不好意思 还有他们的绳子 这个名片怎么会自己飞过来 不知道 等一下 地上有这么很多一模一样的名片 对啊 这是后来他们来堆的 还是原本就属于 又有了 为什么那个名片都在这里飞 而且 会不会是那个不是传说说什么 如果死要去 会不会是那个贵妇自己要回来找自己的尸体啊 因为不是说死没全世界不能投胎吗 这个 在你后面 这个东西飞 那个从你头上飘下来耶 你说死没 啊 啊 为什么 而且很奇怪的是 我刚刚也就是不是有白白东西飘过来吗 对啊 然后我看到摄影师从摄影师头上就这样子飞 飞个那个片 好奇怪哦 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吗 另外警队一再受到惊吓的力量 到底来自何方呢 毫无头绪的监兵 也只好继续搜寻 希望找出一丝线索 我们再走到他们另外一边去 我以为是血 好像哦 你知道哦 嗯 那个是油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通道已经让你掉了 对不起哦 你看他们的天花板这边 整个壁子都掉下来了 你看他这个原本 是不是有贴什么东西啊 然后拆掉 因为他外面有一个形状 好像是一个门的 你看 诶 你是不是听 有人在敲 这个吗 不是 用木板 你没有东西掉出来是不是 你现在不觉得很奇怪 好像有东西掉下那种 虫的声音就会开始叫 对啊 很奇怪 好恐怖哦 而且我才在讲说 你看他这个形状 有点像这个门的形状 有没有 它上面拆下来的形状 而且你看 它上面还有贴个什么符的 是不是撕掉了 这个门的门的顶端有没有 有 雨色的那边 对啊 不好意思我们走进去 因为刚刚里面有发出一个怪怪的声音 对不起 哎呦 可怕 对不起 谁在哭啊 我听那个女孩的这声音 哎呦天啊 这边风怎么那么大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听到 一丝哭泣的声音 会为坚定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呢 广告回来即将揭晓 你讨厌 你看他有猫 谁在哭啊 凄凉阴森的气氛 使得原本就非常胆小的剑钉更加害怕 畏缩在一旁的Ammy此时又有了新的发现 别闹了 等一下我看到一个东西好恐怖哦 你看这个门 你看上面贴什么 好恐怖哦 而且我们女孩刚要走进这个门口 就听到 那女孩在哭的声音 一个对对对 一个哭泣的声音 对不起 不好意思哦 打扰你 对不起 这个是 这个是热 怎么说 这是保瓶F还是那个 正压用的对不对 等一下 怎么会有彩色的东西出现 然后我们这会好像有彩色的光的东西 干嘛呢 什么 闭嘴名字 而且房间真的不好大哦 好奇怪哦 不好意思 这真的是有好像 怎么会有人在房间里面烧那个 对不起哦 可是应该不是 而且还全部都烧不完全耶 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在这里烧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这边是地毯 那如果你有烧的话 应该地毯会被烧起来 它应该是在外面可能就是 做法做一做 然后把这个东西丢到这里面来 极度不平凡的房间 仿佛警告我们禁止进入 惊人的力量也在此刻爆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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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小心 我怎样 没有没有 这房间好古怪哦 而且那个弹簧窗怎么硬生生的 就这样子从 从那个立着直接就这样倒下来 而且还好你有叫 我根本没看到 你又被压到了 我没看到 因为我背对它 可是它倒的也太夸张了吧 还是因为风啊 就是风 风大的也 真的蛮重的 你看这种堂皇床很重 那风可以把它 欸好重哦 等一下搬不起来 搬不起来 不要太重了 太重了 不好意思 到底怎么搞的呢 对不起哦 我们那个 借彩線的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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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嚇我一塌跳 可是 等一下放好了 不要不要 不好意思哦 查一下 这地方的那个是镂空的 而且后面就是那棵榕树 对 就是那棵有穿过他们的那个房子的榕树 不好意思 这应该 这没有出这个房间 可是 它太多很古怪的地方 除了有贴一堆的符啊 然后 还有刚刚这个堂皇床 倒下来 为什么有两个堂皇床啊 你看这这里有个手套 我也是 有一只手套 都看一下 都秀掉了 被白衣秀掉了 你看 它旁边的地方 不好意思 好像没准东西耶 没有 其实它搬得还蛮彻底的 应该是都有人彻底来清过的吧 我觉得 异常的空间里所发生的状况 会是此地的磁场造成的吗 还是这里就是案发的现场呢 越多的猜想 也让外景最陷入苦思 然后可能不知道了 因为 因为他们的母女都被杀了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 这里厕所耶 所以它是一个套房耶 啊 干嘛啦 你们怎么这么讨厌 你们看到什么 没有 站起来一起而已 我以为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不好意思我看一下 你们叫我们看一定有鬼 这边是 蜘蛛好大只喔 天啊 而且它不动耶 我也看到眼睛耶 不行耶 甲鸡 甲鸡 干嘛呢 小鸡要上下来了 吓死人了 我们以为 这边有人过来 然后以为那边 那他们 好乱了 先出来好了 一再受到攻击的外景队 也感受到此地的不寻常 我们决定在此进行空井实验 我们刚刚又在搜寻的过程 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生很多的 很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像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弹簧窗墊 就是一倒了两次 那第一次是好像差一点 没有找到我们了 对不对 然后可是第二次 竟然找到我们的摄影机 所以我们想说这个地方又很奇怪 而且地上有很多名字 包括它的房间的门上面 竟然也有贴了一张那个镇压的符 所以我们想说在这边做那个 林学实验 应该是 我觉得是最适合的 怎么异常的安静喔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 真的发生了很多怪现象 而且最主要原因 今天呢 会让我们真的害怕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贵妇 它就是被截斥的头盗 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找到 刚刚这个地方的东西是什么白色的呢 窗帘吧 是窗帘吗 还是壁纸掉下来 斑驳下来的 比较像壁纸 这上面是什么 怎么有东西在移动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块阴影 在这附近那边 对 等一下 这个棍子打开了 我刚刚看到的东西 怎么会飞过去耶 等一下 这个棍子打开了 我刚看到的东西 怎么会飞过去耶 怎么这么奇怪啊 而且你看哦 它后面这个是墙壁 就是这个是镜子 嗯 然后这个柜子是直接贴了这个化妆台的 它是这样好像有人拉开来 是里面 啊 床单 好可怕 他好像在床 他有床耶 抽屉的莫名拉洞 会是无头贵妇 要向我们表达什么讯息吗 更不可思议的现象 又该做何解释呢 难道这个屋子里面还有人在住吗 对啊 就算邻界的朋友在住 他有必要去布床单吗 盖被子 没有我觉得他很像把 没有我觉得他像是起身 要下床了 对先先背起来 真的吗 对啊 每个人看的时候反应不了 你们当时在现场看到了以后 你觉得直觉的反应是什么 我是结局有些像艾米一样 在布床单 在布床单吗 对 对不对 仿佛要睡觉了 对不对 好像先开抽屉 看看有没有找东西 先整理一下 然后准备上床睡觉了 然后布床 整理一下床单 准备躺睡觉了 太可怕 邻界朋友睡觉 他也需要布床单吗 需要吗 其实重点在于每个人的习惯 嗯嗯 对 他生前我们讲 生前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其实往生以后 他自己在睡 他还是会习惯一些 我就是要整理一下 有的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做 做这样的动作 他就睡不着 嗯 我非常好奇的 我想要马上知道这个答案 徐老师 铺床单在这个领街朋友 有头还是没有头 有头吗 嗯 没有注意到 好像没有看到他的头 人家不是说那个 你即使要伸冤 都要提头去伸冤吗 那他连头都没有 提头 提头喊冤啊 对啊 那Amy的问题蛮好的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 没有头怎么喊冤 是不是个妈妈 她因为尸体不完整 而造成她一些轮回 或者是一些些往生 对 就是卡住了 就进行不下去了 嗯 对啊 一般来说的话 在民宿以后认为说 你要投胎的话 必须身体的肢体要完整 即使包括甚至你是自愿的 像比如说当太监啊 古代啊 当太监 即使往生 他们还要把自己 那个东西带回去 所以 其实他们不是说 他可能就是 你割掉就丢掉 他绝对不是 他割掉以后 他还要油炸过之后 他还要掉膏 还要撒石灰粉 让它风干 然后他会 就是等到年纪大了 要告老还相的时候 还要给他带回去 你把那个宝贝罐 给他带回去 对不对 到时候呢 入殓的时候呢 才会完整 对 尸体 可是我们现在 比较没有那种观念 因为有些什么 现在倡导一些什么 器官捐赠 对 那这样子 器官捐赠也不能投胎吗 器官捐赠怎么办 其实一般倒是不会 因为你基本上 像这种是足以行善 你是帮助别人 那我们都知道说 比如说 比如说陈皇 他基本上 为了要就是看 帮助别人 就是他自己放弃 这些投胎机会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神 都是因为他 乐意去帮助别人 那么才能够转化 那实际上来说的话 肢体的完整 会比你心灵上的那个 来说的话 事实上没有那么重要 心灵上那个要来 其实器官捐赠 也只是身体某部分 拿去给人家 就基本的外形而言 还是完整的 完整的 你没有说我器官捐赠 我愿意捐一个头 你知道吗 我捐一个头 一个头把割掉 我捐两只手 两只手割掉 对啊 最本的心灵的猫女 会以灵动力量 向我们表示吗 绝对惊吓的画面 你千万不能错过 啊 我们现在继续往二楼的地方散门 你看他们这边牺牲得很重 你知道 斑驳剥落的痕迹 让再度行警的气氛变得紧张万分 恐惧的心情也容易受到不明的惊吓 心情太重了 不然是东西 啊 那个楼中楼的那个地方 我们先去公正的房间 不行啊 一定又有人在讲话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听到他讲什么 我不知道 可是好像是在跟我们讲话 我听不懂他讲什么 可是是讲国语 他是讲国语 可是没有仔细听 因为我以为是 但是我们自己在讲话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这边可能是主卧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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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 因为他好像面对阳台 你这样整个落地窗面 对 他也是很冷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这边都会有 这上的对子 自己的东西都不在 他这边啊 还有一个摄影 虽然别墅宽广透气 但是死急的压迫感令剑钉无法喘息 就算眼前热合风吹草动 也变得草木皆兵 他后面有东西 是不是 你看他地上的那个 啊 下面 他刚晃了这个 衣桌 这个衣桌的那个门 你没有东西吗 没有 没有 其实他东西都被翻空了 可是 什么 小心 而且啊 你看 这边好像有工人 在施工的那种手铐 不好意思 手铐 你看 他这边有伤棚子的痕迹 对 而且这个真的是在里面烧的耶 其实他们不是每个房间 好像都有这种 好像有做过的那种痕迹 只有几个 所以这边是不是也是 可能当中有找到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那个 护人他是被截肢的 就是手啊 挺身体 听说是都有被找到 每个部分都被找到了 那会不会在这个房间里面 也许可能有藏他的什么东西 哎呦 好哭 而且他这边的门都被拆掉了 而且他这边的门都被拆掉了 所以我们继续往那里走 有人在唱歌哦 有没有听到 有 可是不对 又不像在唱歌 又 两个音节 我听到是两个音节 可是是拉长音的感觉 那 不是想哭啊 是个房间耶 什么 你有听到是不是 对啊 有 我们有听到一个女生的讲话 有个女生 可是听不懂她的讲什么 我们会往下一个房间找好的 我们先 先找二楼前面 外警队所听到的苍凉声音 似乎在弃速当年的飞漆 头皮发麻的气力哭声 背后隐藏着多少的心酸呢 前面后面都有 越来越大声了 我们刚刚其实在做我空警实验的时候 并没有耶 对不对 你有什么点灯 吓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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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你看这里 红色的那个 好像 蛮像血迹的耶 这里有 由于我们无法判别 回荡在空间中的呼声 所发出的方向 我们只好逐步探索 金兵们也随其有所发现 好可爱 你在看上去吧 对 你看 那个门在动 上面有鼻 不是正压的那个 我们刚刚看到那一模一样的 对 天哪 那个门刚刚真的 好像真的是有这样子 就像这样的感觉 我们去看一下好了 不容易的感染了 我们 一起喔 一起的真的错 要怎么贴这样好 好让人害怕 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佛这样往里面 对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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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上面是什么 我的天啊 你看我看到那个内衣 女性的内衣 还有内裤 她床上也有 塞一堆耶 所以 这边 会不会就是 我想她们真的应该是住在二楼吧 不好意思 上去看一下 满身内衣的房间 会是当年浩色的司机 为了宣泄心中的范范 而丢弃在地上的吗 存在于空间中的力量 又会有何感想呢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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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东西突然下来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一个人在讲话 有啊 有啊 我真的没有听到啊 我有一次刚听到的声音 然后就哐一声很大声 这也太一连串了吧 对不起 一直听不到 听不懂那个人在讲什么 不好意思喔 我们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试试个门吧 试试个门吧 还是因为风太大所以那个 它躺下来了 不好意思喔 看一下 这风真的很大 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一个大霉声 应该是这个门 真的好冷喔 这也原本应该是一个房间欸 嗯 其他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好像是那种 中堂的感觉 好大喔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门 通往那个房间 还有呢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门 对不起 我看看上面还有超光细 嗯 而且那个 就是喇叭手全部都秀掉了 好 全部都秀 余晋由传的尖兵 仍然不断上前搜索 外景队伍勇敢的精神 会不会有更害人的发现呢 有什么床板的 对 全部都立起来的 而且它从电视在下 地上 对啊 然后这间房间 感觉特别的大 还有另外一个门 这边 它这边好像是衣柜间 你看 有 好大的衣柜间喔 你走进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 对不起喔 打扰了 你看多漂亮啊 它这衣柜间多漂亮 而且 它几乎每一个那个门上面 都会有镜子耶 对不对 嗯 不好意思喔 看一下你怎么感觉 对不起 对不起 呦 我刚刚那门怎么突然打开了 不好意思 没有 对啊 你看下面不 好臭 没有 没味 不好意思 好嗆喔 味道 对 你看它的那个 乖色都很嗆 对啊 对啊 哎呦 有个符耶 对啊 不好意思 还立起来的 蛤 蛤 什么 立符立起来 那个符立起来 哪里 那符立起来 那符立起来 它是掉下来啊 它是掉下来啊 对啊 它这样子做 我不懂 没意思耶 你在说很奇怪吗 这样不奇怪 哦 我 很奇怪吗 因为 你在说它 就一般的话 它应该不会这样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我还笑 可是它因为它这边是折 有破掉了 呦 还旧旧脏脏的 对不起啊 它是原本都封爱在里面的 可是为什么会 就是 那个 衣橱里面会有 会有一张符呢 会不会 那时候在这边找到什么东西 你觉得 是不是这里怪怪 而且你看哦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黑啊 各位观众 你看清楚柜子里的异状了吗 与人脸极为相像的黑影 是如何形成的呢 而且这里完全没有 没有刚刚我们开隔壁的那个 味道 对 那个没有 都没有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很奇怪 等一下 会不会下面有什么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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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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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击奇特的衣服间 出现了极为害人的人脸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接下来肩并又有更耸动的发现 那里 啊 那个 那个 它刚刚是这样的吗 是这个吗 对 它刚刚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撞到上面要掉续续下来 啊 啊 你们看后面 有 它上面有符 这门子真的里面封了一个符 诶 然后跟这里一样 天啊 我们第一次发现 我们搜寻的过程当中只有一个 这个房 不是房间 这是衣柜间 有两张符 对 我们刚在一路桌上就这边了 而且我告诉你们 因为这边是太多的衣柜子了 那我觉得是很好藏东西的地方 你不觉得吗 嗯 就是因为那个人好像就是胸脏 就有点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 就是会觉得说 你看这里面 还有红红的 看这里好像 这边真的有红红的 好可怕 不好意思 太可怕了 这里 不好意思 我们要不要在 我觉得这间房间真的很怪 怪到一个不行 而且 刚刚上面的那个天花板 还差点掉下来 我们要不要在这边做那个续续续 因为其实二楼我们发现 有蛮多房间蛮奇怪的 可是这间 好像感觉 就是一进来就感觉不对 然后太多的镜子 你看每一个都有镜子 然后互相对照这样子 然后正好在那个上面又有贴了一张这么大的一张符 还有在柜子里面 现在发现了也有另外一张符 所以我慢慢可以做的工仔出席 所以我慢慢可以做工仔出席 现在我们请Peggy啊 这个就是刚刚发现的那个更衣间里面 就是做实验 然后她现在好像是在对着镜头说话 Sannie 我有听到门在动的声音耶 哦,这个 可是画面上哦,那个门并没有在动 因为其实我们旁边还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门的 门的这个形状 可是它并没有在动 有,有,有 有,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可是它是轻微的晃了一下 门的晃动会是风的力量所引起的吗 还是贵妇也在寻找她的头颅呢 Peki又会感受到什么异常的变化呢 晃动,叫我晃生的啊 可是Emmy又说她都没有看到东西 有没有看到 一下有,一下没有 黑色的 你没有看到吗 这里啊 怪怪的 这里 我这个角度看 开了 Peki 你后面柜子开了,你没看 你没有发现吗 我说你后面的那个衣柜打开了 还有什么东西 是佛飞出来了 是佛飞出来了 是佛吗 对,是佛 怎么了 怎么就掉下来了 你说什么 佛飞到你身上啊 他不是掉在地上啊 你等我一下啊 我来了 打扰了 打扰了,怎么样 那这佛,我有看 什么东西 外面有东西掉下来 不是不是 是天花板塌了 你懂得好厉害啊 还好吧 我有看到,可是佛是飞下来 可是你说什么佛打到你身上 不是因为我这样 我就是让感觉有东西好像在我旁边 然后我转头就看到佛飞在我这边了 你知道吗 不要,我们每一个衣柜查一下 对不起,要拿起来吗 看一下好,再拿 谢谢 看一下 你看,等一下 刚刚自己动了耶 你没看到佛动吗 到底感应现场发生了什么异状 让佛丽失声尖叫呢 我们首先检查画面 佛丽身后的衣橱突然打开了 是否就如之前所说 魏部正在找寻她的头颅呢 更害人的状况也发生了 Amy,为什么要来到佛服飞到我身上 贴满符罩的房间 放入暗藏不可告人的秘密 符的飘动仍可用风力解释 但是佛像是无助力一样的飘动 又该如何解读呢 Amy,为什么要来到佛服飞到我身上 这间是他们的更衣室对不对 对,应该放衣服的地方 好像女人都有点那种自恋的感觉 没有镜子那么多 对 包括最上面那个 穿上一件衣服之后 仿佛要从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自己的 有没有完美 腾形好不好 腰形好不好 有没有完不完美 可是上面有镜子为什么会这样做 照发型啊 有那么高吗 这就不清楚了 你们不是打开了一个柜子 柜子里面有换一个弧的点 在那个墙上 木板上面有一些发霉的印度 对 我们刚才在探索呢就有很多人 很像头对不对 很像一张脸的形状 像脸 有耳朵 我们在现场看也一直在讨论说 怎么这么像一张脸啊 因为现场我们去看到那张壁的时候并没有发现 只是觉得它的这个发霉的程度好像也没这么严重 嗯 从monitor看之后就发现 啊 怎么会这样子变一张脸这样 会不会 那个消失掉的头 就是埋在那个墙里 可是它没有找到耶 就是没有找到啊 对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在那个衣柜后面 墙黄的后面 为什么会险在墙里面吗 Oh my God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我们根本不想想 我们只是把那个三甲板化开了以后 说不定就 也有这样子的故事 对 而且那边 放在墙壁 买到水泥里面 或者是弄到墙里面去 所以只有那一块特别湿啊 对 所有的柜子只有那个角角那样子湿的 Peggy在做感应的时候 你在那边 门 也没有打扰你 嗯 轻轻的就这样打开了 对啊 符 就好像仿佛是魔术师在控制的一个东西一样 就那么飘飘飘飘过来告诉你 我会想说他是 觉得想说看看是他女人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他可能要找他的亲人 至少那个开门跟那个符飘出来啊 他不是一个刻意要去吓你的动作 否则就应该造成一个巨响 啪 有沒有 让你吓一跳 他就这么缓缓的来 是不是感觉那种 有没有 拍你 对啊 还是我觉得 有话要说 因为他没有头 所以他就是这样 就是在那边找啊 然后就慢慢这样摸 然后不知道摸到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 不是 我不知道耶 老师 这是哪一种可能 那个符师有话要说 基本上是那个 应该是那个妈妈 因为我这样想 就是说一般来说 像这里头会被贴符 而且是贴在门内侧 不是贴在外侧 这一定就是我们讲 也许他 当初伤害他那个凶手 曾经回来过 嗯 那也曾经就做一些东西呢 可能他贴住 希望说 就不要再去 不要出来找他帮助 嗯 好了 鬼话联名之友呢 越送东西越好 刚刚开始呢 我们在希望大家 能够跟我们一起加入 鬼话联名之友 这样的行业当中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些 比如说是 谢老师 自己亲自制作的 马来西亚的围角 一个小吊式 对不对 当然是 数量有限 已经全部都送完了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又制作了呢 T-shirt 花钱制作了 像小饼手要拿的这一件 很漂亮哦 T-shirt 甚至是小黄手要拿的这一件 T-shirt 两种不同的款式 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完全都只是 纯粹正品的说法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又准备了像这样子 就是预留泥 能够带在手上 让你能够增加一些磁场 预留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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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磁场 能够帮助你整个循环 变得更加强 嗯 接下来 东西更好 真是什么 蛋啊 你们记不记得 在农历年前 也是我去出外景 谢老师他不是 拿了这个 有三个东西 有没有 放在高粱酒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让领界的朋友 享用 享用完了以后 我们再喝 就发现 冷的酒变淡 当场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能量蛋 它如果摆在你家里面 能够让整个家里面的 气场循环 变得更好 除了三位观众朋友们 这么好的一些 赠品之外呢 我们节目里面呢 正在全新 气坏一个新的肝源 比如说 我们如果到一些外景 去探看一些鬼屋 不晓得的鬼屋 到底有没有一些 真实性的传说 至少 这一半一半 但是呢 如果你发现 自己家里面 亲戚朋友的家里面 有一些 好像就是说 不干净 常常被打扰 有这样子现象的话呢 赶快给我们报名 我们会请老师 甚至林坚斌 在保护你个人隐私权的范围之内 到你们那边去 帮你们做一些处理的工作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告诉我们 请将答案及个人资料 传件到2346 2296 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的赠品哦 那个等桌 剪刀的 他怎么倒下来了 这下是什么 原来烧瓶子耶 你看 对啊 才翻起来 怎么会有人在房间里面 烧 对啊 对啊 是不是在 不是我们全部都超过往前 小心 要翻了 要翻了 要翻下来了 等一下 这个棍子打开了 那是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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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这样子 他刚才这样子 他刚才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撞到上面 要掉续续下来 啊 啊 啊 你们看后面 他 他上面有浮 这门子 那个里面 布布一个浮 的 那是 是 那是 你 那是 你 你 我